0点20起床开始加班了 打开笔记本电脑 0点30开始画图 1点了打个哈见有点困 2点了夜里加班真是挺难熬的 2点半了下床去看看老婆孩子被盖好了没有 冬天冷却凉柔 2点35凌晨的小区 时间真快一晃三点了 继续加班 4点工作完成了一大半 又打哈见了 马上5点了挺不住了 还不能睡觉听个嗤嗤嗤神 5点10分马上工作收尾了 5点20关上电脑开始洗手稍微证件 5点40电梯来了快速还按机器 5点41到达楼下 冬天外面太冷了 看看这小区下的大雪 还没画 5点46到达小区大门口了 5点48到达马路边再走300多米去坐跨城同行车 路全是饼太滑了 只能慢慢走 5点52看到几个大叔大冬天去干活了也很不容易 5点54到达站盘等班车冬天太冷了 5点56看到几个青少庚这么早看我也很辛苦 6点车来了上车了车里好暖和 6点05到达廊房红星国际 6点49到达廊房开发区 6点52路过廊房检查站准备上75高速 路滑车开的慢 6点54上75高速去往北京 累的上车就睡着了 7点02到检查站下车刷身份证被叫醒了 刷完身份证继续在停车场等7分钟 7点09继续开车路过北京硬式检查站 路边的雪花也挺美的 7点12到达北京南丽环了 7点31到达南丽环了 7点40到达分钟市停车场 7点41再步行100米去坐地铁 7点43到达分钟市地铁站轮口 7点44下电梯到达地下按键 7点45刷卡进地铁站了 再下一个电梯 7点46到达十号线分钟市站台 在座十六站区西图城 8点25到达北土城下车 换乘地铁八号线 8点27八号线来了上车了 8点343到达奥林匹克公园 12站下车开始换成地铁 15号线再走一个长长的通道 看着看着北漂主可见而知 这个城市竞争有多激烈 8点44再下一个电梯到四五号线站台 四五号线人也非常多 8点443四五号线来了上车 8点56地铁四五号线下车 8点57排队刷卡出站 9点地铁站门口 三国自行车再骑五分钟 9点05天号自行车 9点08到达在维大堂 9点十分开始一天的工作了